哈喽各位小文董啊 我是马同学 最近有不少后台私信要找我们聊啊 看看月上冲火吧 看看罗云熙吧 马同学光速刷了一下月上冲火之后 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大气晚成的boy 发现他的前半生啊 其实是每个追梦青年都应该学会的人生观的 今天的顶藏一题 从罗云熙的前半生来看 幸运 哦辛苦 自己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啊 谈起罗云熙呢 一定有一个关键字 是先 不管是白月光的润玉 还是美强产代表的荣奇 再或是古代高富帅上官透 那都穿过一身白衣 都是仙气飘飘的 那论谁的白衣古装造型最深入人心 这里边肯定会有罗云熙 这一身只因天上有的气质 跟罗云熙从小到大学武密不可分 罗云熙的爸爸呢 就是一名舞蹈老师 家里有这个优秀的基因 小时候的罗云熙就成为了逢年过节 家里餐桌前的常驻嘉宾了 就是这样 小云熙一身的艺术细菌 就藏不住了啊 被家里呢送去学舞 中学送去四川舞蹈学院 更专业系统的学习 小罗本来想继续的坚持民舞 刚入校就被老师看出来 这个娃呀 骨骼清气 跟我学做菜吧 想发展他放弃民舞 改学芭蕾 我记得99年 我刚刚踏入四川省舞蹈学校的时候 那一届是第一届芭蕾舞 可以算是实验班 我们的专业老师就把所有的心声 集合在一个练功房里边 然后挑出了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学生 那我就在其中 以为换个五种绝对玩不转的 罗云熙试试着学了一个学期 拿了个全班第一 就这么坚持着 一直学了芭蕾 学到高中毕业呢 开始考大学 赶上先见的热播 为了想见到自己的偶像胡歌 罗云熙就放弃了专业更对口的北舞 成为了上席芭蕾表教班的一员 我就知道胡歌是上席的 我就说 如果我去上席的话 说不定就能遇见我的偶像 大学毕业之后 在澳门参加一个大型表演之后 继承了父亲的一部 回成都 当了一名芭蕾舞的老师 赶上自己上戏一个学弟 做电视节目缺人 叫他来在节目中帮忙表演 一曲舞弊 被当年捧红小伙对的 宋文山老师 看出这个小伙 骨骼轻奇 向发展他辞职北漂 去做偶像男团 以为辞职北漂 绝对遭父母反对的 这个罗云熙呢 试着跟自己的爸妈聊了一下 爹妈轻松同意了 我爸妈真的还比较开明 他们会说 你为你的梦想自己去闯 哪怕头破血流了 你回到家 也有一口你的饭吃 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以G3的组合成员出道 歌手活动期间呢 小罗和成员们参加了一档 叫做生动亚洲的节目 随着节目播出 又被星探看出来 这个歌手五格轻奇 想发展他放弃歌手的身份 转道去演电影 以为首次出演电影 一定困难重重的轮系 硬着头皮就去了 结果上来就是难以好 对光站位演技 都有人手把手交 小罗也收获了 非常好的演技出体 后来团内成员陆续的离开了 小罗就这么从偶像歌手 正式做了专业演员 上面的故事呢 是罗云熙视角中 他的前半生 算是一个在每一个时间点上 都能碰见伯乐的 lucky boy 下面就让我们 以上帝的视角重新走一遍 发现每个故事 都有那么虚微的 一点点的不一样 虽然是为了偶像考的上戏 冥冥之中 小罗就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演员 可能找芭蕾舞团 进去当一个芭蕾舞演员 大学毕业找工作 一米八的身高硬标准 把一米七七的小罗 就卡在了芭蕾舞团外 小罗没丧 折个钟 选择去了澳门 跳现代舞 待遇好 收入高 澳门演出之后呢 因为父亲的职业优势 小罗回家做了舞蹈教室 确实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啊 但是也就意味着 小罗从此就放弃了演员的梦想 小罗没丧 成为了舞蹈学校最帅 干劲最足的男老师 我就说 阿爷 挺起来啊 俘获了七到七十岁学员们的心 后来呢 就是机缘巧合之下呢 当了偶像男团的成员 好不容易把一身芭蕾舞范呢 版成了这个韩舞的范 抽到之后 眼瞅着成员 渐渐从撒变俩 然后再变成他一个 也始终没能活起来 小罗也没撒 虽然组合没红 偶像该学的舞蹈 作词作曲 小罗是一个都没落下 接着呢 就被选中 做了电影的男一号 剧组贴身贴心式的调学 确实给小罗不少的鼓励 电影拍完呢 小罗转去拍电视剧 没了男一号的光环 加上电视剧快节奏的拍摄手法 小罗是明显跟不上 灯光机位走位 啥啥都找不到 最后给导演气得直接劝腿 导演就说 你会破眼 你破眼你回去吧 小罗没丧 你说我不行 那我就在片场蹲着 挨个演员 观察挨个剧组学习 挨个剧本做笔记 在接到让他大火的润遇的时候 他前期就把润遇 所有的场次全都标了出来 在戏抠这个时候 应该有的情绪和状态 就这么一个个的剧组蹲下来 一个个的本子抠下来 小罗终于在15年 何以生相末里 先给大家心里头留下了幸福 18年收获了第一个大爆的角色 与此同时 他还在18年发了自己的第一张 个人专辑 时不时的在抖音上 分享一些自己跳舞的片段 大概是 跳不好舞的歌手 或是好演员吧 好厉害 聊到这儿你们也应该发现了 罗云西的前半生 从不同的角度讲 就是完全不同的A面与B面 看似幸运的人生经历 假设罗云西其中 有任意一个机会没有接住 或者是有任意一个环节 选择放弃 都不会造就今天的罗云西 说白了 老天爷只管让机会砸下来 至于要不要接 要怎么接 还是取决于自己 也是因为罗云西 这样乐观感为的态度 这一段也可以说是 处处是坎儿的人生 在她的眼里 也可以处处是机会 不管是低估期 还是上升期 她都能够做到自洽 所以罗云西身边的人 对她的评价是 也不管红还是不红 罗云西的关键字中 都有一个是能吃苦 拍香蜜56度的高温 拍戏等于蒸桑拿 前脚补完妆后 后脚就被焊晕花了 罗云西技术的是啥呢 是杨子请的饭 在剧组的特效很贵 拍月上宠火的时候 需要用大量的扇子来拍打戏 罗云西能练到扇子坏的速度 赶不上道具老师供的速度 这边导演给讲戏 手里还是不忘在练习 罗云西说呀 是自己11年的芭蕾舞生涯 造就了自己能吃苦的特性 编辑部学过舞蹈的姑娘们 纷纷表示 能把11年的芭蕾舞坚持下来 已经不是一般人的毅力了 但是你要问她 就这么扔了芭蕾舞 她觉得可不可惜 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遗憾吧 但是我并不后悔 你问罗云西30岁才红 焦虑不焦虑 她说她没在意过红不红 你问罗云西没红的时候 有多难 比起血泪史 她更介意被粉丝挖出的黑历史 对现在有的她知足 对曾经放的她不练 对未来做的她坚持 罗云西自始至终 都还是那个罗云西 大概不只是罗云西吧 这是每一个想坚持自己的年轻人 都该学会的 趁着年轻 什么都别管 尽情的齐舞吧